请听下一题 请问孙岳唱歌习惯左手拿麦 还是右手拿麦 A 左手 B 右手 我看一下啊 刚才唱《祝你平安》的时候 是怎么的 在这儿 是这么唱的还是这么唱的 我是两个手拿着呀 我这样唱的呀 好像不得了 是这边 这边 郑姐觉得是像她那样 还是像我这样 人一般都是右手吧 右手拿麦吧 你 孙岳你是左撇的吗 那就 如果一般 你不是吧 我有些动作是左撇的 那 什么来着 那就 那就左手吧 不可能被害了你 我觉得 我答案 通常是右手 但是问这个 三 二 一 正确的答案 右手 右手 我是跟你的 刚才都没得分 什么叫跟我的 我 我 右手 你们没答对 都没得分 这局都没得分 我刚刚右手啊 大多数人都是右手 那出这道题 就故意就传着来问你 其实我给你们的 没有 我给你们的 我肯定是右手 因为我真的是唱了三十多年 我用右手 然后唱歌习惯 我这个整个这个肌肉的走向都会改变 一直这边 我一直是这边用力 然后唱歌跳舞 因为我是有点往前探着的 所以我的颈曲和这个肌肉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变成左手 那你不觉得你换了手之后 那个用力的不对了 对不对 我最近才发现 其实我是这几年 我是左皮来子 因为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 左皮来子 左皮来子 东北 左皮来子 哎呀 左撇子 我们东北叫左皮来子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左手 好嘞 左皮来子 左皮来子 我用右手打 怎么觉得不对 教练说你这样吧 你拿左手打打吧 因为左脑右脑 你要锻炼 换一换那边 然后我用左手打 你要锻炼他的鞋 然后我用左手打的 那个速度特别稳 啪 那个速度又准又稳 他说你应该是左手 我先想一想 哎呀 对呀 我生活中有一件事 是用左手的 啥呀 我不告你 因为有他下一题 不过急是吧 不过头急 这也不能告你 我就想你生活中 有一个细节 谁也扳不了你的 你想我小时候 我觉得有人肯定扳过 扳过你 扳过 因为写字啊 小时候可能就用 就是纠正过 纠正过 对 我东北 哎呦 我东北话 全都出来了 就是用左手 但一定要你用右手 就这样 你弄 好难找这个字啊 摆过 就这样摆 好了 这事过了 好了 过 请听下一题 如果孙悦在舞台上忘记歌词 他最有可能的应对方式是 A 若无其事地继续演唱 B 把话筒递给观众 不访议 说不认为